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企业管理 大家好 我是周老师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国际企业管理里面 有关于海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一些的相关理论 跟一些的看法 那么首先要跟各位来介绍的是今天的课程重点 在今天的课程重点 其实我们大概一部分我们要来复习 之前我们所提到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并且借由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带我们进入到海外直接投资理论 好 您还记得吗 在上一个讲次里面 我们谈到产品生命周期 如何应用到国际市场 我们称它是国际产品生命周期 在上一个讲次里面我们提到了国跟国之间有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国家 如何因着产品处于不同的阶段 也就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这些的产品如何在国跟国之间相互的移动 让我们回忆一下在上一个讲次 我们所提到的内容或者同学您可以翻开课本 再进到Wells他所提到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假如这个产品一开始是在美国创新国所研发出来的 当然在导入期美国不会出口 可是历经了成长期跟成熟期 美国的出口会慢慢地增加 那美国卖到哪呢 美国当然卖到跟它生活水平相近 消费者偏好相近的国家 比如加拿大 欧洲或甚至是日本 可是当美国的一个生产呢 当这个产品在美国市场面临到成熟期 后期的时候 这个产品的生产在美国面临到瓶颈了 它不具生产成本优势的时候 美国就会把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生产 它的生产设备移到海外的其他国家 当然移到另外一个具有生产优势的国家去了 那美国怎么办呢 如果美国需要那就进口吧 或者是美国呢 它会另外再有一个新的产品生命周期 当然这个原本是创新的产品 在美国已经不是创新产品了 可是在其他国家 可能在其他的开发中国家 或新兴工业化国家 它确实一个新产品 又再创一个新产品的高峰了 好 这就是我们在上一个讲次里面 我们谈到产品生命周期 跟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当然马上就带我们到今天的主题里面 那么国际产品生命周期 既然会随着不同的阶段 在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进出口形态 那么它的一个生产 也就是在国际生产上的行为 是不是也会因着不同的阶段 而有所差异呢 答案是是的 所以今天首先让我们还是 回到国际产品生命周期 不同的是我们要来看一下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 跟海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我们刚刚说了 所谓的产品生产的地点 它会从创新国 慢慢地扩散到其他的国家 当然企业它也会由原来在单一国 也就是在美国 就是创新国 只单单在单一国家生产 演变为只要哪里对我具有生产优势 我就到那里去生产 而演变为到其他具有生产优势的国家 去生产了 那么这个关系呢 让我们还是依照不同的生命阶段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首先当这个创新产品 在创始国 也就是美国创新国 处于新产品阶段的时候 它的生产地点呢 当然会集中在创新国 也就是美国 那最主要就是在美国生产 而且供美国国内的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在美国生产 是具有一个生产的区位的优势 也就是在导入期的时候 新产品的生产是具有地理区位的优势 什么优势呢 我们发现当创新产品的生产成本 在导入期的时候 其实它并不是最主要的考量 您还记得吗 在上一个讲次我们说 其实研发是非常重要的 而不是单纯的生产制造成本 所以在导入期的时候呢 这个创新产品呢 它如何的具有高度的差异性 那么好让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 不容易来模仿制造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因为如此 所以呢 因为在创新国 也就是美国 它重视研发 而且拥有大多数的科技 知识 技术 所以能够继续独占 这个产品的生产 好 这个就是当产品在创新国 是属于导入期的时候 好 我们说慢慢进到了成长阶段了 也就是当这个新产品进到成长期的时候 那么它会在哪一个国家生产呢 我们发现它的生产地点呢 还是大多集中在创新国 也就是美国进行 可是我们发现有一个情况就是 开始呢 美国也会跟其他的已开发国家 比如啦 加拿大啦 欧洲啦 日本也开始进行投资了 所以呢 主要的生产还在美国 可是也不排除 而且慢慢地也开始 在其他国家 比如有利用授权 技术授权等方式 开始在海外投资了 那么这样的生产呢 不只是供美国国内的需要 同时这些的已开发国家 也可以因着美国的提供 或者是已开发国家 比如日本 欧洲 加拿大等 他们也开始自己来尝试生产了 所以在生产地点上 我们发现它必须具有一些的 区位优势在产品的成长阶段 因为其他已开发国家 对创新产品的需求 日渐地增加 那么美国呢 为了避免失去它海外的市场 并且 这个新产品的生产呢 它呢 必须投入一定的特殊技术 所以并不能够把所有的生产 都移到海外去 所以呢 一方面要兼顾海外市场的 需要的增加 才能够避免失去海外市场 并且新产品的产品 有特定的技术要投入 所以大多数的生产 还是留在美国 可是不排除 如我们刚刚所说的 也开始对其他的已开发国家 比如加拿大 欧洲 日本 开始进行投资 我们刚刚有提到 比如是技术授权的方式 进到海外市场了 好 当产品进到了成熟期的时候 我们说成熟期是属于一个 销售的高原期 它虽然是高原期 销售量还是很高 可是呢 为什么叫做高原期呢 因为它的成长啊 开始缓慢下来了 所以以这个成长的速度 我们把它分为成熟期的前期 跟成熟期的后期 所谓成熟期的前期就是 它的成长还是正的 虽然很缓慢 可是呢 至少它还是正成长 可是呢 过了这个高原的这个高峰啊 它可能开始怎样 它还是销售量很高 因为它处于一个高原期 不过它开始慢慢走下坡了 也就是它的成长速度开始成为负了了 慢慢向下了 所以我们把它分为成熟期的前期 跟成熟期的后期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果当这个创新产品 在创新国属于成熟期的前期的时候 那它会有怎么样的现象呢 我们发现呢 生产的地点呢 开始呢 不是在美国了 而是移转到其他已开发国家 比如日本欧洲 加拿大等 那么这些的国家呢 它自己开始生产了 而且产能渐渐地扩大 不只是提供本国需要 可能它还会回销到美国去 所以随着产品需求的扩张 产品的品质跟制造 也开始趋向规格化了 这个是这个时候的地理区位的优势所在 当然还有成熟期的后期了 成熟期的后期 因为呢 彼此之间的一个差异 慢慢减少了 所以主要的活动 就由具有生产成本优势的 新兴开发中国家 那么由这些国家来生产 回销在美国 OK 这个就是有关于生产地点 当然它还有具有地理的 虚位的优势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说产品已经标准化了 所以它必须要扩张 具有生产规模 当然生产成本的降低 就是最主要的考量 所以新兴开发中的一个国家 它们具有生产成本 低成本的优势 所以企业就会把所有的生产设备 就移到这些新兴工业化的开发国家来进行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有关于 直接投资跟产品生命之间的关系了 好 所以这一部分的考虑呢 同学可以再复习一下 我们休息一会 待会再继续 我们刚刚已经把产品如何在不同的阶段 它的生产据点 也会从美国到其他已开发国家 甚至到新兴工业化国家 做了一个循环的一个说明了 所以最后我们要对国际产品生命周期 进行进一步的评论了 我们来看一下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 它具有什么样的特色 其实它最重要的贡献 也就是它的特色 在于它并不像传统的贸易理论所说的 生产要素不能移动 那传统的贸易理论说了 还有两国两财货 它们都是在一个静态的环境之下 来说明贸易发生的原因 反过来说 相对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 它是在一个动态的观点 它包含了时间 它说明了为什么贸易 以及海外的直接投资生产行为 如何在产品不同的阶段 在多国之间发生 所以它是在一个动态的观点 提供我们清楚的看见 可是美中不足的是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 它并没有进一步的来发掘 到底是谁 也就是这个主角 跨国投资 跨国生产行为的主角是谁 它具有什么的优势 能够来进行海外的直接投资 不过也因为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的这个限制 所以引发了其他有关于产业组织 专门研究产业方面的学者们 进一步开始想要从产业组织的观点 来探讨海外的直接投资理论了 那么我们也发现 它有一些的影响 它的影响在学术上 当然就像刚刚说了 从另外一个观点 而不是从传统的这个 生命周期的观点 从产业的观点 甚至于有一派的学者 开始注意到这个主角的个体 也就是企业本身 来探讨国际企业理论 所以我们就从强调资源 强调生产到需求到产业 再进到企业本身所具有的优势 这样一个动态的循环 也就是全面的观点 来探讨海外直接投资了 所以在我们进到海外直接投资理论 当然第一个要跟各位来介绍的是 有关于厂商特殊的优势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 产品生命周期 它没办法说谁 这个主角具有什么的特性 具有什么的特质 所以就有一些的学者就说 那我们来探讨 企业本身具有什么样的特质 反过来说就是 什么样特质的企业 它可以到海外 去很成功地进行跨国的直接投资 第一位要跟您介绍的是 非常有名的学者叫做 Heimer Hanmer 他说了 他说呢 哎呀 其实啊 要到海外投资 确实是不容易 为什么 亦地亦乡 那么这些的跨国公司 对海外的风俗习惯都不熟悉 而且呢 对海外的市场 也缺乏当地市场的一些的知识 再加上距离母国 可能又很遥远 所以这些的不利因素加总起来 除非企业具有某种的优势 特殊的优势 否则呢 不能够蓬勃地发展 成功地经营 那么到底企业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Heimer就继续说了 比如啦 你有特殊的技术 包含研发啦 生产啦 或者你有管理的技巧 行销的know how 或者是生产上的一个 比别人更具有效率的优势 等方面的技能 否则你没办法跟海外的地主国的本土厂商来竞争 好 接Heimer之后呢 又有一位学者啦 他叫做Kinderberger Kinderberger 康德伯格 这位的学者 他说呢 哎呀 事实上啊 你到海外去 因为海外的市场是属于一个不完全的竞争市场 这个不完全竞争市场呢 造成了直接投资的发生了 所以他说呢 在这个不完全的竞争市场呢 所以你才可以怎样 利用所谓的整合 这里整合呢 叫做有所谓的垂直整合 或者是水平整合 不过重要的是 因为对方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 不完全竞争市场呢 那当然就有两种状况 一个叫做独占 一个叫做寡占呢 我们稍早呢 有稍微提到 也就是说 在一个大饼啊 还没有很多人来分的时候 如果这大饼只有我一个人吃 那我就吃整个大饼的全部 那我就独占这个市场 所谓的寡占就是 有这个大饼呢 是少数的几个人来分 可能三五个 可能六七个 就有所谓的少数寡占 或者是多数寡占 不管如何 至少不是很多人来分的时候 所以呢 Kinderberger就说啦 在这个市场呢 还是属于不完全竞争的时候 就是寡占或独占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进到这个市场 你就比别人有优势 在这个市场呢 获得先机 好 那么进到市场以后 又如何来做呢 所以Kinderberger又继续说啦 你可以利用不同的整合方式 有两种的整合方式 由一个叫做垂直的整合方式 所谓的垂直 就是在整个的价值链 从原料 从中间产品 甚至到最后的顾客端的产品的 一个完成行销 以及销售 我全部来控制这个资源 这叫垂直整合 或者我是直接来控制原料 或者我利用水平整合 水平整合就是 我不是从垂直的 我是从水平的 我把整个的市场 只要跟这个产品相关的市场 我就通吃了 所以我的海外市场扩张 所以我的市场变大 我的产能可以扩充 当然我就握有什么 规模经济的优势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水平整合 其实我们发现在一个 寡占的竞争市场里面 如果它一个厂商 它具有寡占的优势 它到海外去进行投资的话 那是不是所有的优势都被它占了呢 各位您在过去经济学里面 经济学老师可能跟你说了 寡占优势 这个寡占的市场里面 它又叫做什么呢 追随者 所谓的追随者 就是彼此竞争对手之间 我看你到海外去 我后脚也要跟着去 你前脚去 我后脚就要跟着去 为什么 我不能够让你在海外 独占这个市场 如果这样的话 大饼圈让你吃了 好处你都占尽了 所以你到海外去 我也跟着你到海外去 所以通常我们在所谓的 不完全竞争的寡占市场结构里面 我们发现老大进到这个市场 老二也马上跟着 因为我不甘寂寞 所以我要追随你 我马上要跟你来分这个市场 所以我们发现 因为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结构 可能为了要垂直整合 可能为了要水平整合 更可能因为我要追随我的竞争者 所以大家纷纷就进到 这个跨国市场里面去 进行国际的生产行为了 接下来要跟您介绍的是 内部化的一个理论 在还没有进到内部化理论之前 让我用一个例子 跟各位来做分享 什么是内部化 我们家女儿呢 英文曾经不是很好 所以她就非常的懊恼 因为成绩都不如意 所以她就告诉我 她说妈妈我成绩不好 我怎么办呢 那我在想 这个时候的青少年 可能妈妈讲的话 她不见得会相信或采纳 所以我就跟她讲了 那你去问你们班 那个英文很好的同学 她怎么念的 到了第二天她回家了 我就问她 我说你问了没有啊 她不太开心 她说问了 我说怎么了 他们成绩好的 都马是那一套 我说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就说课前预习 上课专心听讲 课后复习 我说你觉得错了吗 他们只会讲那一套 这就是他们的样本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我看她也没什么动静 也不好意思再问她了 有过了一个礼拜 也就是过了两个礼拜 有一天她很开心地回家了 妈妈我英文进步了 我也好开心 我说那你怎么做到的 她就很不好意思地说 反正我就是课前预习 上课专心听讲 课后复习 所以您看到吗 所谓的内部话就是 我与其听别人讲 我还不如自己做做看 这就是所谓的内部话 对跨国公司来讲 所谓的内部话就是 我有的优势 我不外包给别人 我自己来实际经营看看 这个就是我的内部话优势了 好了休息一会儿 我们待会儿进到正式的内部话理论 在内部话呢 最主要的两位学者 他们是基于交易成本的理论 来提出他的看法 这两位呢 一个是Barkley 一个是Cason 这两位 他们呢 他提出来 他说呢 哎呀 其实公司啊 你要自己提供你的材货老物 才能够满足你内部的需求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呢 它是从公司的内部的 一个动机来探讨 那您还记得 我们之前提到 全球的经济 分为全球化的生产 跟全球化的市场 或全球化的行销吗 他说呢 那我们首先从 全球化的生产来看 假如呢 在我的生产过程当中 我可能有一些的原料来源呢 我呢 为了不要我的原料零件来源 有不足的限制 或者是品质不好的限制 我为了要让我的来源稳定 而且品质稳定 所以呢 我与其跟别人做二手的交易 或间接的交易 不如我自己看看全世界各地 有哪个地方 适合有我需要的资源 我直接在那边获取我的资源 或者我在那边建立起 我自己的产业分工的据点 然后呢 再将这些的生产活动 有效地连接起来 这个就是从全球生产的角度 来看内部化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是从全球行销的角度 来看内部化了 也就是我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 可能是组织 我建立起整个全球 或国际的行销网络 以保有我特殊的 专属的marketing的know-how 知识来行销 借由我的行销技能 我自己来做 而我不会把我的行销 外包给其他的行销公司 或者是广告公司 这个就是所谓的内部化了 事实上呢 对跨国公司而言 我们发现 内部化理论呢 可以来解释 为什么企业 他才海外直接投资 而不使用 其他的外包或授权的方式 我们发现呢 其实这个跟我们之前 所谈到的 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有关 所以我们在这里 又把内部化理论 跟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又把它给合在一起 做全面的探讨了 所以事实上呢 假如我们再回到之前 我们所提到的市场的 不完全竞争 我们发现 它提供企业内部化里面呢 有三个原因 造成企业内部化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说明 第一个我们发现 因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里面的 资讯的不对称 所谓的资讯的不对称 可能就是 我有的一个特殊的技术 可是我愿意把这个技术 卖给你 可是呢 因为交易的双方 对这样的一个技术 有不同的认知 我认为我的技术很值钱 可是你认为呢 可能不需要那么的贵 所以呢 我们在技术上的交易 因为资讯的不对称 所以变成 那算了 我不把技术卖给你 我不要授权给你了 我自己来直接经营 来实行 来执行我的技术 所以我不要授权了 我干脆来自己 从事于海外直接投资 也就是所谓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我们简称为FDI 这个就是在 不完全竞争市场里面 因为资讯不对称 我来实行内部化 第二个 之所以内部化的原因 是因为政府的干预 政府的干预使得 大家没办法 完全的自由竞争 所以呢 使得我虽然有优势 可是我没办法 把我的优势出售 所以呢 与其呢 我要出售我的技术 也就是授权 还不如我直接在 海外地主国 设一个子公司 藉由所谓的转播计价 什么是转播计价呢 就是母公司跟子公司之间 同样是一个大的集团 可是分属于不同的一个单位 母公司跟子公司之间 如果子公司有赚钱的话 要从地主国把钱 汇回母国 可能地主国政府会不开心 而且会有一些的管制 所以怎么办呢 我就用转播计价 子公司啊 你需要一些原物料 你有我母公司拿 所以呢 你在账上是应付账款 当你赚了钱的时候呢 我也不说你赚钱 要汇回母国 我就说 你之前的应付账款 现在要怎样 要付我货款了 所以你就利用是应付账款 因为你之前跟我买东西嘛 那要明算账了 所以你现在 把你的货款要还我 所以这个就是 所谓的转播计价 我们回到字幕上来看 因为政府会干预 所以很多公司 干脆在海外呢 设立一个子公司 利用转播计价的方式 把这样子的一个利润 再汇回母国 或者是他呢 利用其他的合法的方式 转播计价是合法的 同学不要误会 那是一个合法的方式 所以呢 基于这样的考量 所以我就不授权了 我干脆在海外直接投资了 第三个的一个 内部化受不安全竞争市场的 一个因素的考量是 我卖技术的一方 其实我对品质要求很高 我不知道呢 我要榨的这个薯条呢 是要榨成这个样 好吃的薯条 可是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能够 跟我一样维持一定的品质 假如我很担心 你没办法跟我维持一定的品质 算了算了 我不授权给你了 我也不希望你加盟了 干脆我自己在海外 直接呢来经营 从事直接投资 所以以上就是所有的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里面 为什么内部化 会如此的蓬勃的 被使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 最后呢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 折中的角度 跟各位来谈 折中理论 刚刚所提到的都是 从厂商个别的优势 厂商要内部化 厂商面临不完全竞争市场 最后有一个学者 当然不是最后啦 之后还有一些学者 陆续在他的一个理论 继续向上 更上一层楼 可是呢 第一位把这些的理论 做一个整合的 是一位英国的学者 叫做John Downing 他在1992年的时候呢 他提出他整合性的看法 因为他的看法是 极大成 所以我们称他是 折中理论 他说啦 要进行海外投资的公司啊 必须具有三种的优势 这三个优势呢 是同时存在的哦 你必须具有这三个优势 才可以在国际市场上 很成功的经营 到底这三个优势 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所谓的 所有权优势 我们回忆一下 刚刚学者Himer 他提出了 厂商特殊的优势理论 这个厂商特殊优势呢 就是Dunning所说的 所有权优势 这个跨国公司 他很有钱 有足够的资金 或者是他有非常 具有专利 而且很好的研发技术 或者他有生产 以及管理行销的know how 这些都是 所谓企业的 所有权优势 所有权优势 就是来说明 这个公司具有什么样的能耐 可以到海外去 而且能够 比当地的地主国的 本土厂商更有能耐 更有竞争优势 第二个优势叫做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也结合了 因为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所以企业与其要将它的技术 委外或者是外包 还不如自己来直接经营 这个就是内部化的优势 第三个优势叫做地理区位的优势 跨国公司我光有所有权优势 我很有能耐 我又能够自己来经营 我有内部化的优势 可是我去到了一个不合适的地点 我还是没办法把我前两个优势给发挥 所以第三个同时存在 而且同样重要的就是 我必须到一个地点 那个地点可以提供我地理区位的优势 那那个地点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我们整理一下 比如那个地方有非常低的土地成本 劳工成本 有我所需要的量多品质好的原物料 而且政治稳定提供我很好的租税优惠 那边的基础建设运输 而且它的工会组织都非常的完整 不会常常有工潮 所以这样子呢 让我能够很愿意的到特定的国家 特定的地点去经营 从事海外的直接投资 这个就是当你整合了所有的理论 所提出的折中理论 我们回忆一下 过去的这些理论 似乎都是欧美的学者所提出来的 好像这些的理论 只适用给欧美的学者 可是您还记得吗 回忆一下我们在前一讲 在这个海外投资理论里面 我为您准备的案例 抬塑 我们发现事实上 折中理论也非常适用于来自开发中国家 尤其我们以抬塑为例 所以折中理论不再是 以开发国家的专利了 重要重要的是 任何一个企业 它在国际化之前 它可以藉由折中理论 作为一个自我评估反省的工具 以上呢这个就是当年他所提出来的 提供我们企业一个非常有力的 实物工具的一个理论架构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下回见